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人决定为民除害 但鳄鱼巨大凶狠 难以为敌 许昼便用了水龙蛋之术 你还看别人漫画啊 那是别人漫画吗 那 许昼便想了办法 采来无数草药 制成麻沸散 散于湖中 以药治愈 陆陵便带着许昼泛舟湖上 一边与大鱼搏斗 一边抛药麻醉 这场打斗十分凶险 陆陵被大鱼重生 一时动弹不得 大鱼张开深渊巨口 咬向二人 许昼用尽全力 把麻药带 扔进了大鱼嘴里 紧紧护住了陆陵 生死关头 麻沸散终于生效 大鱼昏睡过去 事后 二人在鱼腹中 发现了相思灵 我们发现 当你摇着铃铛时 不管隔了多远 我都能听见 于是 我便把铃铛给了你 当你需要我的时候 就摇着铃铛 无论在哪儿 我都会去找你 这铃铛 还自带定位系统 我 铃铛 跟你分享更好 下去 你没事吧 多亏了你心编的故事 我的漫画 又上首页了 这次没人骂你了吧 没有啊 没有啊 而且你知道 这次我的稿车有多少吗 多少 要你一只手可不行 十五啊 真的 那太好了 这笔钱再加上 我之前的积蓄 还剩三万块钱 有个买家 正好要买我的龙凤王 等卖了他 爷爷的手术费就够了 这是你订的龙凤王 你看看 再便宜点让让 三万也行 听说你这儿有祖传的相思灵 卖吗 有是有 我 报个价吧 但前段时间弄丢了 交个朋友 有铃铛的消息 第一时间告诉我 总入账 四万 这儿 陆凤 那个龙凤王卖了 还多给了我一万块钱 爷爷有救了 谢谢你陆凤 别跟我说谢谢 这都是 靠你自己做到的 要不是由你陪着 我根本坚持不了这么久 不过 放心 不管怎样 我会一直配这个吧 哥们 听说这铃铛 你已经找了半辈子 这东西既然对你这么重要 十万块钱可不够 我要五十万 不然别想拿到灵的 人呢 许赵 你是最有勇有魔的男人 牵手 过来 你是最有勇有魔的女人 见面见面 亲亲 亲亲亲亲 他傻呢 你来了 我这故事都写到这儿了 你说 我是不是该画一张 男女杵之间的表白了 你说有就有啊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比如说月下成亲 十里烟花 之类的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 接下来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找个笔记记一下 你说吧 我们在走标的路上 遇到了更多的麻烦 许赵 嫌我拖累他 便跟我断了往来 走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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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相爱的人之间 是没有什么拖累的 不是 你这人设都崩了 明明两个人都已经两千相悦了 就差离门一脚了 许州为他付出那么多 都护出命去了 什么都不图 许州特有病了 不许你这么说他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 我是不了解他 是你当初天天说我像许州 我从来没有承认过 反正我是做不出许州 做这种混账事情了 你为什么要让人拆酒吧 你为什么要让人拆酒吧 咱们和打千斋 已经是最后的盯子户了 这古镇有可少挣钱难案 拆迁的说呢 谁要能搞定盯子户啊 就给谁奖励 这都老街旧邻的 下手可一点不留情哪 现在拆迁当务事 哎 哎 哎 危险 放手 闹肿 要过多少黑夜 再揭开迷惘 越过我如何告别 能重新远航 我在时间的头上 跌跌又撞撞 越过几场风浪 遇见你的模样 我一直守护思念的形状 握紧自己的手掌 握紧自己的手掌 想带你到身旁 不管你 会在什么地方 以后是怎样 我等在未来 你的路上 我的梦光 我的梦光一直 在追寻着 你梦里的光 像冬向日快 像希望生长 在爱一场生法 我的生命一直 在追寻着 你梦里的光 穿进炸烈的过往 我同你永远 奔往幸福的方向 我是一首 小的确树 我尽不然 是岩瓦尔 家瓦尔 是一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